而两岸直航增搬后的第一条新航线 无锡台北航线今天开航了 却遇上台风搅局 空姐们穿上优雅的旗袍 要从无锡机场起飞 载着台商和大陆游客直飞桃源 这一团要到台湾八日游 但直航班机却遇上台风搅局 担心我们飞不了 现在的心理准备是怎么样 风雨无走 难得去一次台湾也还碰到一只台风 应该也算个奇遇吧 有人镇定有人烦恼 但这位带着小朋友返台的妈妈可开心了 无锡直航台北终于不用远道去上海搭机 来回一趟省下了五个钟头 就担心宝宝哭啊宝宝吵啊 然后喝奶啊 现在就不用担心那么多啊 因为可以早上可以睡晚一点再过来 首航班机人气颇旺 无锡台北定期航线每周有14个班次 除了30万的台商受惠之外 台湾民众由江南 太湖 苏州等地 也将更为便捷 无锡台北航线在台风天开航 搭机的乘客在兴奋当中带着一丝忐忑 而这也创下了两岸直航史上的先例 以上是中天新闻女生的陈永泰 我们来自江苏的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